我们就开始这个功能的实现 首先我们切换到我们的空材上面来 既然要编写Floom配置文件 我们首先到我们已经有的Floom那个Comp下面去 拷贝一份过来改改就行了对不对 拷贝一份过来改改 那么我们起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FloomPush的反射对不对 这边找一个 我们去拷贝一下这个吧 cp 这个我们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就FloomPush Push到Streme这种反射 好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对它做相应的改动 那么怎么改动呢 我们先把这一个烤出来 放到笔记里面 在笔记上面改 改完再放进去 Push方式 Push方式整合 那么FloomAgent的编写 在这地方 我们的名字是叫做FloomPush FloomPush到Streaming.conf 我们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们还是采用NetCat的方式 好吧 我们采用NetCat的方式 我把这个地方都改一下吧 这个名字通通改一下 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先让它这个地方不换行 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删掉一遍 好 把这个名字通通选中 换个名字 叫做 我们就用simple吧 simpleAgent 好吧 就用这个名字 那么sauce 我们采用什么sauce 我们采用我们定一个名字 叫NetCat NetCatSauce Sink 我们就叫做AVIOSink 名字随便起 然后Channel我们继续叫memoryChannel 那么这个地方sauce 这个地方要改了 这个地方应该叫NetCatSauce NetCatSauce对不对 NetCatSauce里面 这个地方Type应该配NetCat 你们可以自己去逛网上面找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用Command的 而采用什么Bind吧 有印象吗 Bind下面配置一个Port 配置一个端口 卡通名000吧 这台机器上面 Port呢44444好吧 我们在这个端口上面发起数据 然后往下看 AVIOSink AVIOSink Sink到哪里去呢 才有AVIO 还是HOST000这个机器上面 但是端口要换掉了 因为我们只有一台机器 你不能搞成一样的端口 其实说白的数据就是从4444端口过来 然后给它写到414这个上面去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Channel我们就采用memoryChannel 还有一些地方要注意一下 这个EXEC的Source的Channel 然后AVIOSinkChannel 其实就这样子 我们稍微来检查一下 第一步先定义我们Agent的名称 它统一叫SimpleAgent 然后呢 它的SourceNetCat 它的SinkAVIO 它是Channel有memory 好 那么在下面我们NetCatSource 我们NetCatSource Type BindPort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TypeSink输出的Type HOSTNamePort 也是OK的 好在Channel也没有问题 然后NetCat 好OK 那么其实到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配置完了 配置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Copy过来 我们Copy过来 放到这里 我们把这里改掉吧 全部采用我们刚刚写的这套 这个写的对不对 我们等会再测试 我们先把这个写完再说 好 那么相当于到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Floom文件的配置